我父子滅亡的邪剣 Clarent Blast 我父子滅亡的 Blastet 3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說說第四特熱點即將開放 9月4日 大家注意 開放第四特熱點 大家會多點石打 以及可以用多點魔術禮裝 魔術禮裝稍後再說 其實有了我們的角色從者 我們的角色御主 多了這個魔術禮裝之後 其實變化大一點 以及玩法都多一點 不僅現在好像補血 迴避 加工單體 我覺得魔術禮裝比較出眾 之後再說 我們首先說了我們新的卡池有什麼 期間限定就有肯娘 即是輝蘭肯斯坦 還有五星的莫德雷德 小莫 OK 這些全部都是他們的別名 只不過是方便叫一些 因為他們的名字太長了 哈哈哈 去到9月4日 9月4日維護完之後呢 去到9月11日 這兩隻角色都會上升的 大家注意啦 如果很喜歡小莫 又或者很喜歡我們的科學怪人 記得要抽啦 因為這次有得up 之後不是說不出 但是就... 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up的時候 要抽是比較難的 因為卡池始終越來越多的角色 沒錯啦 我們先來看看小莫 小莫 莫德雷德 Saber的職界 是劍的 屬於 血方面有14680 升滿之後 攻擊就11723 攻擊來說 其實差不多了 14% 血量我覺得都相當不錯 這些都不是最主要看的 其實 最主要看回他的指令卡先啦 藍卡兩張 紅卡兩張 Q卡一張 很正路啊這個 對了 還有就是他的技能 保佑技能 魔力放A 令到自身的紅卡 性能提升啊 大家可以看到7個回合就...其實就不算太久的 但是也不是短啦 去到... 那個最後的時候呢 其實都會有50%的增加 去到最後的技能啦 那...相當之... 不錯啦 如果你說打1萬... 1萬的時候就變成15000啦 那都相當不錯啦 如果你說開完這個... 開完這個魔力放A之後那個... 攻擊力也會提升啊 好啦 直感B 星星大量莫特啊 去到最後是14的 14顆星... 如果加上禮裝可以做很多東西啦 光光爆了 但是他也是7個回合啦 那不可以不斷開的 還有就是第三招技能 不精忍之鬥 EX 冷咳時間要8個回合的 可以解除自身的弱體狀態啊 這招非常之有用啦 還有就是... 防疫力大提升去到最後50%的 提升50%相當之不錯啊 對啦 生存能力會... 是會增加很多啦 那還有NP增加啦 NP增加就是... 30%啦 那如果你說30%來講... 都不錯啦 就是... 30%有時候都可以救命啊 可能你真的欠了20-30% 那如果你說一下開到30%的時候 又可以加到防 那直接可以開到寶具時 就嘗試一下清掉了小怪 這樣也算不錯的 對啦 那講一講寶具吧 寶具就是打全體啦 對敵全體強力攻擊 300%和180%的特攻啦 去到最後這個應該寶5就不是每個人做到啦 那自身的NP都會回10的 對啦 那擺到明其實就是... 嗯... 如果用這隻小幕的時候 我覺得擺到明就是不斷地開了 對啦 那當然啦 你要打回... 對應的職業啦 如果不是的話 合不了啊 那麼... 威力沒那麼高啦 對啦 就是這麼簡單啦 那其實日版是已經有這個專屬禮裝啦 台版應該是暫時的 你不會見到啦 對啦 那專屬禮裝略略都是說一說 就是... 如果用這個小幕的時候 裝了禮裝 同場也有20%寶具的能力增加 相當不錯 那... 如果是這樣也是玩寶具流啦 那小幕的卡圖一欄就可以看看 去到... 最後... 是會... 脫光 對啦 那一開始是脫光了 脫光了之後脫光了 脫光了頭盔之後連個甲也不要 最後那一張就... OK啦 對啦 紅了啦 OK啦 那... 如果大家真的... 我相信... 如果你知道這隻角色的應該都... 會喜歡的啦 對啦 挺有趣的 他的角色 對於我來說 我自己覺得這隻... 這個角色設定是挺有趣的 好啦 那... 看一看我們的日版啦 日版... 他是評分多少啦 日版來說... 咦... 為什麼不見了呢 那... 先等一等 好 那日版其實他的評分就5分啦 那... 但是我覺得自己... 現在覺得是不止5分的 對啦 就是日版我也說過很多次了 但是... 都是給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啦 就是他評分... 這些就不可以作準的 很多時候都是靠你自己的配搭啦 可能... 英雄上面的技能配搭啦 寶具上面的配搭啦 那... 可以做出更好的分數出來的 說真的就... 那... 他... 這個評分是不看積的 很多朋友都說的 對啦 那... 就是... 你就這樣看都知道啦 上面好明和梅林啊 嗯... 是這個... 是法來的嘛 袁賴光啊... 這個是... 袁賴光是這個Bassager 其實是不同職的 對啦 沒有得比的 但是... 你說... 猜到他夠不夠 是不是真的很厲害呢 應該還沒去到啦 始終只有5分啦 對啦 但是你說... 現在台版來講是用得過的 OK 那... 去看看... 肯娘啊 就是... 科學怪娘 科學怪娘呢 就是屬於四星啦 狂戰士 女星 沒錯啦 那... 卡方面呢 就是一張藍卡 三張的紅卡 一張的Q卡 非常之... 正路啊 狂戰士三張的紅卡 是非常之正路的 那... 技能方面啦 自身的NP提升 去到最後就45的 那... 冷卻的時間就... 冷卻的時間就7個回合 45相當之不錯啊 對了 那... 還有第二招技能就是... 對單體以中擊率賦予這個... 這個... 暈的效果 暈的... 60% 一半一半的機會暈不暈倒的 那... 防禦力下降都不是說... 很突出 那... 20%其實都算是OK的 但又不是說很高啦 對了 那... 通關... 通關就是... 打完某... 呃... 每個角色打完某一些關卡 其實他就會強化了一些技能的 那... 他... 他強化了之後其實都是30% 防禦下降 30% 不錯啊 但是... 但是以中擊率中這個雲 60%就真是... 有點冒險啊 我覺得只有60% 但是... 那個防禦就不用想啦 30%OK啦 那... 自身的寶具威力大提升啊 30% 那... 還有... 賦予燒焦啊 以及燒傷的狀態 300 其實... 那300真的... 我覺得... 嗯... 不算... 不算是些什麼啊 那... 那... 你寶具如果... 你真的... 呃... 如果... 燒什麼時候啊 我自己就不太... 不太看... 就是我自己就不太在意這300啦 對啦 忍和武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其實我自己就是這300啦 那... 法系的從者都已經有了 所以... 我也沒怎麼留意這件事 我覺得沒什麼用啦 那你說... 欸... 喂... 寶具相當之不錯啊 對敵團體的相當強力攻擊啊 那... 7... 7...8%啊 啊... 如果你... 解放了那個關卡有900% 喂... 相當之不錯啊 是全體900%啊 而且是巴沙格來講 我覺得... 算是不錯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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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你說...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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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抽一抽吧 我自己覺得真的不差 反而我對這隻狠戰士的職業是比小王更加...我自己比較喜歡 我沒有評論過哪兩隻比較強 五星和四星 大家自己都想到了 不要說那麼多 那你說我自己就可能真的喜歡用這隻多一點 如果真的抽得中的話 不過我應該就不會說怎樣分身去抽的了 那這隻角色就... 看看去到最後吧 其實這張卡挺漂亮的 去到最後 但你說如果未升到最後的時候 也挺大劑的 不過可能遮住眼睛其實也挺好看的 可能大家都是喜歡看不到眼睛的 去到最後其實也不太好看的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也可以嘗試一下抽一抽 如果你說我本身喜歡小莫的 那你順便吧 看看抽不抽得中 你應該不會說是為了四星而抽的 那麼有趣吧 OK 好 那去到這個... 品良 對啦 他的四星評價是多少呢 那就看看吧 他的四星評價是7.5分啦 四星來說 其實很多東西都會被他排上 但是如果你說玩寶具打全體 我覺得都相當不錯啦 對啦 7.5分 那現在其實... 上面那些有些都是未出的 你倆儀式的那些都未出啦 是不是? 刺目童子出了沒有呢? 這些不是... 這些好像未出的 對 刺目童子一定未出 對啦 那四星來說 7.5分 我覺得相當不錯啦 但是你說是不是沒有東西可以代替呢? 那又不是啦 積田神像都排在上面啦 還是那一句啦 看看大家本身喜歡不喜歡啦 對啦 OK 那今天這兩個角色就介紹 終於來到這裡啦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啦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又或者訂閱我的頻道啦 謝謝大家觀看 今天是這麼多 拜拜 我記得按LIKE